彰化深港福安宫内人手一柱清香 参拜祈福 这几位都是彰化县警局的警官 中间这位还是农历过年前 国立1月16号才来报到的 彰化县警局新局长张国雄 上任以来已经发生多起死亡车祸 尤其2月1号到3号短短三天 彰化县就发生了四起死亡车祸 2月1号26岁女骑士跟轿车发生车祸身亡 留下三名幼童 当天在方苑乡也发生了一起 机车跟轿车碰撞事故 也是骑士伤众不治 2月3号晚上深港一名男子 骑车酒驾自撞死亡 一个小时后在河美镇 一名12岁男童过马路时 遭轿车撞上 送医后抢救仍不治 其中在深港发生了骑士酒驾自撞 当时他骑车经过朋友家 还跟朋友擦身而过 没想到同路疏途 但不止这三天 道安资讯网统计资料显示 张外线从2019到2021年 车祸死亡人数达627人 16度之外 全国死亡人数最高的 甚至比台北市近三年累计 交通死亡363人还要多 警方分析民国111年的死亡车祸 发生原因 在5号之路口的占了57% 另外闯红灯超速还有疲劳驾驶自撞 也都是主音 彰化警局展开取缔交通违规大执法 只是地方上也出现了这声音 爱狼马爱行 不只远警加强取缔 提升路口见警率 警局长更顺应民意 率队进宫庙 为民祈福 TVBS新闻诚志中红 采文章话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队